爱历史爱玩笑 平连心简称话 大家好 我是东方狮子 欢迎来到我的狮子频道 历史频道 今天讲一下古埃及金字塔 它的建造方式最靠谱的一种说法 以前我们学历史的时候 就会说 古埃及金字塔那些大石块 是通过盐历 奴历把它拉上去的 用一些那些大树 大树放到底下 用那种轮子一样的东西拉上去 然后也有说法是 它底下有那个 环有那个水池 所以用浮力把它浮上去 那最近几年研究发现 这种方法其实是比较难 操作运输一种大石头 另外它那种大石头 那么规整的一种雕刻出来 或者说是挖掘出来 是很难的 所以这种建造方式就存移 那后来又有一些神话一点的方式 就说它是通过一些挖形技术 然后通过一声波技术 比如说用一条棍子敲一下它 用声波力量把它移到上面去 这些是比较玄乎的 应该是不正常的 最近这几年由科学家去研究才发现 它里面的石头其实是有一些石灰石 然后还有一些贝壳类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它很可能是混凝土地素制造 而这个说法就比较靠谱 当然它的混凝土地素 水泥地素和我们现在这种水泥是不一样的 它是远古时代的一种水泥 它会一样那些砂石混合之后 就非常像石块 就像石头一样 这种方法应该是最靠谱的说法 然后这种方法对所有的 施翻的那种石头建筑来说 应该都是通用的一种建造方式的说法 也就是说所有的那些大石块 紫钝紫钝的应该都是这种方法造成的 而且这种方法它比较 可以让那些结合面比较平整 契合的 然后我们在想它这种方法 其实和我们中国以前有一种用糯米水 加上其他的砂石混在一起那种古老的一种 古代混凝土之处是有相似的 说到这些东西 但是其实我没有想到 其实它和我们中国华夏文明 真的好像有一点的温温 因为在砂石经里面 我们就知道大鱼爸爸滚去自水的时候 它是用种施养 而施养是不断生长的一种土 那不断生长的土会不会是混凝土呢 就是把砂石放进去 它就不断成长起来 还可以堵住那个水的缺口 所以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呢 这个真的说不准 另外就是在上海经里面 它还说大鱼庄建造了三个地台 三次挖三次建 那不正是三座金字塔吗 地台不就是可能是金字塔 而且这个地台它外表是白色的 那金字塔我们知道真正的金字塔以前 外表也是白色的哦 所以这历史的东西真的是很有趣 很有意思 那最近它们有没有关系 我也不知道 大家可以在这里说一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